理性是什么?理性是你让人家大牢里面的那些东西,你自己就可以决定的东西承受到的理性。什么是你自己不能决定的东西?你的种族、出身、语言、文化,这是你不认识的那些祖先和你控制不了的历史条件造成,而在你出生之日就在你身上打下劳因的那种东西,这些东西就叫鲜艳了。 无论哲学家把他们说得多么复杂,但是用常识的语言来讲,这就叫鲜艳。理性主义和先人主义的斗争是什么?我决定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什么是经验主义的原因呢?你认为你自己可以独立做出决定的那些理性,实际上是你看不见没有意识到的各种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 什么是先人主义?先人主义就是说,你看不见的那些出身、劳印之类的话,比你自己的理性要重要,它才是真正决定性的因素。 经验主义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它里面没有一个决定论的因素,先人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两者是对立的。 经验主义看出去是综合的,好像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你把握不了,综合因素决定的那个理性编定是什么,你描绘不出来的。 但是先人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可以描绘的。理性主义的意志独断性是很强的,我决定我是谁。绝对没有任何理由来妨碍一个巴黎人,突然决定他就是变成一个布列塔利人或者是一个俄罗斯人的。 但是经验主义会带点完事不公众说,一个莫斯科贵族或者是良战的大地主或者是巴西的奴隶种植园主一面享受农奴和奴隶的劳动果实的时候,并不妨碍他们凌晨本地在书房里读了一些美好的法兰西哲学和文学著作,拍着脑袋说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但是反过来,一个巴黎的哪怕是最穷苦的工人或者流浪汉,哪怕是他看到了亚历三大皇帝和大清皇帝的遗价和排查,他仍然要说你们东方君主算什么,我是一个骄傲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我是自由的人,跟你们东方的奴役不一样,我才不愿意去想做一个东方君主了,我就算是不满现场,我也会在巴黎本地发动革命。 请问这两者的因素是什么?他们来说,这是歧视链啊。 巴黎的歧视链比起特威尔和尼沃格兰德要高得多,比俄罗斯和巴西要高得多,所以俄国人和巴西人会认为他们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理性认为共和主义是合理的,而巴黎人却绝不会认为自己出于理性认为俄罗斯君主国和巴西奴隶制是合理的。 如果理性主义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这两种可能性应该是相差不远的。就像你生一个男孩或者女孩的可能性,就像你在赌博的时候骰子抛到空中,六面哪一面落地的可能性,应该是有点细节差异但是基本相同。假如理性真的是普遍性的话,但是实际上是一边倒。 俄国人和巴西人自以为是法兰西共和党人的例子多到数不胜数,实力大到可以影响他们的历史,而法国人认为自己是俄国人或者东方人的数目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不平衡是什么造出来的呢?当然是因为你的理性,你自以为是独立的理性,是受到经验性的影响的缘故。而经验性的理想,世界是不是平的,世界是有等差异的。 法兰西接近世界的中心,而巴西和俄罗斯接近世界的外围,因此你们的理性不平等。 法兰西觉得自己正在解放全世界,但是你从世界中心,例如你为什么不能解放英国和荷兰呢,却解放了中欧和东欧的国家了?这就是水往下流的原则。 拉库伦在布伦的大军始终没有渡过海峡,但是他却长驱直入渡过了莱茵河。这个本身就是水往下流而不往上流的一个证据,这跟你们理性的原则是完全相同的。 这实际上,世界的不平衡性本身就是经验产生出来的。把理性普及到全世界,实际上就是法兰西帝国主义另一种形式的改头换面而已,只是你没有意识到而已。 那么先验主义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按理性主义,我是绝对斗不过法国人的。如果讲理性主义的话,法国人根本不吃亏,大家绝对公平地讲理性主义。 法国人当中愿意做普鲁士人是找的找不出来,但是普鲁士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至少是戈德那一代的人,全都变成了带路党,对普鲁士国王是极其不利的。 但是我们有先验主义。戈德的祖先仍然是德国人,你们的祖先仍然都是德国人。在保守的勇和地主眼里面,知识分子宣言的革命和反革命全都一样,全都是革命。 只不过启蒙主义那边认为民族主义那边是反革命,民族主义这边认为启蒙主义这边世界主义者是无根者。但是在真正掌握政治势力的贵族和地主看来,你们这套论证方式全都是危险的革命思想,只是往哪边偏的问题。 但是他们反对普鲁士原有的封建体制都是一个严重的危险,最好是大家谁也不提。按照自己的本人分,各尽职守不是最好的吗?论证这个论证那个,你不要以为你写一篇文章,写一部书给国王,说国王热爱人民是如何如何的美好,是为国王了。 这个绝对不对,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天然的关系,像父亲和小孩之间的关系那样。小孩生下来就是有父亲的,而不是小孩运用自己的理性,在所有男人当中选择了一遍,毅然地投下了神圣的一票,选出了最适合做他父亲的人。这样养出来的小孩是绝对养不大的。 对小孩最有利的做法就是,他生下来就有一个父亲,他以为父亲是天均地义的事情,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不过可能是外面其他什么时候的父亲,他从来不怀疑他有可能更换家庭,这样小孩才能讲得最好。如果三天两国都更换他自己家庭的话,这样小孩才会真正倒霉。 法国人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他不断地更换他们的均父的缘故,而普鲁士人谢天谢地,我们愚昧而保守,没有受到这些危险的、自以为聪明的法国人革命市场的熏陶, 好,你妈你给我搞什么父亲指南,就是在还没有长大的儿童心目中拨下这种概念,就是说如果你爸爸打了你,随时可以把你送到儿童教养院里面去拨罗他的肩护权。 如果父亲随时都害怕国家派来的监察员把他的孩子夺走的话,他再也不敢管教孩子,这个孩子还能养好吗? 如果孩子在自己不懂事的时候,因为随便一次吵架或者是要糖果不去睡,就可以向国家举报父亲的话,这个家庭不是要完全瓦解了吗? 家庭瓦解了以后,国家福利院能养几个孩子,不是全世界都完蛋了吗? 你们破坏天然,你们制造的所谓宪法,什么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不就是把父亲和孩子、军夫和人民之间存储地相互信任天然关系整个破坏,变成一种依靠商业合同来维持的脆弱和不靠的关系吗? 最好的人民就是从来没有听过你们这些异章写说,根本想都不想,只知道他爷爷就又富的是国王,他爸爸又富的是国王,他仍然又富的是国王。 他爷爷跟国王的父亲的关系,他爸爸跟国王的父亲的关系就跟他本人跟国王的关系是一搏一样。 国王从来不会担心有人要推翻他,因此他也就用不到去搞拿破仑引进的那些政治警察。拿破仑为什么要搞政治警察?就是说,凭什么你拿破仑当皇帝?法国革命局有八十位名将,人家哪一个不能当皇帝?如果是路易十六的话,谁也不会怀疑他当国王的合理性。 共和党人认为你根本就不应该当皇帝,而其他人在认为你当皇帝我不能当,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用警察了。 而天然的、合法的君主就没有这个问题,他没有必要用警察,就像是父亲没有必要用警察。你就是我生的,还能有任何疑问吗?人民和国王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才是影响的。 但是他们讲不出什么理论来,是觉得你们全是一端学术,希望民通通闭嘴。 但是教育的扩张和书面阅读的扩张,使得他们那些纯凭感觉和感性依靠习惯和经验维持的那些东西,好像是斗不过那些知书实理引经据点的知识分子写出来的大作。 使得他们认为危险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感染了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到现在恐怕是感染了人口的绝大部分。在当时十九世纪,能有10%到25%的人属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就差不多了。